龟素是维持健康美容的必须矿物质,喜爱使用者突破了100万人。 龟素在欧美已是超人气的健康品,让我们通过实验来展示龟素水实力的一部分。 首先是最让人吃惊的油脂肪的分解试验。 在油水的杯子里加入芝麻油。 我们看到怎样搅拌油和水还是分离状态。 油还是成粘稠状。 这时加入振流型的水溶性龟素Liquid X4,均匀搅拌后。 居然油被分解,以水融化后成清澈状态。 接下来进行抗氧化力的实验,在水中加入具有活性氧,速口药水搅拌一下。 然后加入石下阵流型的水溶性龟素Liquid X4,强酸性的速口药水,被中和可以达到解读效果。 下面把它倒入,加入西红柯的水里,10分钟后,可以清楚看到西红柯内部的不良杂质以黄水形式溢出来。 最后是渗透力的实验,我们把茶倒入常温水中。 后加入石量龟素辣米化的这个可溶性龟素Liquid X4。 我们看到在常温水中出不来茶质的茶叶,立刻浸透出来。 这是因为龟素水浸入茶叶中,使茶质容易水中。 小陽光客人起码,使茶质尖的背景,均等元化。